男性和女性經常想知道對方會被吸引的特質有哪些? 上次我們看了女性心目中男之後 今天要來討論什麼樣的女人會吸引男性注意 研究發現女性對男性的吸引 不光單單只有迷你唇或是香水而已 歡迎拿到腦不及 今天要來看五種根據研究結果吸引男人的完美女友特質 特定的妝容 雖然大部分男性都會覺得化妝的女性有吸引力 但是更讓男性注重的是什麼類型的妝容和穿什麼衣服 一個交友網站JOOSK分析了1200個女性的個人資料 為了知道男性是否更喜歡自然的外觀 如果他們比較喜歡有自然的外觀的話 那麼會不會渴望女性化妝? 研究發現有擦眼影的女性 比沒有擦眼影的女性接收到更多訊息 而有畫口紅的女性也比沒有畫的也收到更多訊息 另外這個交友網站也對1800名男性用戶 不進行調查 發現男性不太會發訊息給太多顏色或是深色妝容的女性 因為這樣看起來不自然 剛好的腰臀比 剛好的腰臀比 大家也許會認為男性特別在意女性的胸圍 而我們都知道女性的身體是尋找另外一半重要成分 特別是腰圍與臀部的比例 所謂的腰臀比 男性不僅叫腰臀比例當作身體健康的參考 還會將這個比例與生育率聯想起來 研究還發現腰臀比是女性持肌素水平 肥胖風險、糖尿病、卵巢癌和心臟病的主要疾病明顯指標 通過測量寬骨上方的腰圍 並通過最大部分的臀圍除以臀圍來計算的話 女性最佳的腰臀比是0.7 男性則是0.9 紅色 對男性來說 女性身上鮮豔顏色的衣服 比起臉上嘴唇的化妝顏色還來得更有吸引力 特別是紅色衣服 對男性的眼鏡來說非常有吸引力 羅切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 向男人們展示了一系列紅色或白色為邊框的婦女照片 並問他們你覺得這人有多漂亮 在第二部分研究人員展示同樣的照片 只有女人的襯衫是紅色或是藍色的顏色 並問他們想像一下要和這個人約會 你的錢包有100美元 你會願意花多少錢在約會上 結果發現紅色變荒照片及紅色衣服的女性 更被男性認為是有吸引力的 並且也願意花更多錢在這些女性身上 好女人 我們知道大多數女性都喜歡壞男孩 但是男人對於野蠻女人的特質有什麼看法呢? 在一篇《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上發表了一項研究 發現在剛開始的一段浪漫戀情中 男人的體諒、陪伴或是支持女性的需要和希望 對女性來講是不太重要的 但是讓人驚訝的是 女性的體諒、陪伴及回憶能力 能夠增加男性對女性的吸引力 總結就是男女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另外一個女性的女人為吸引力 也能夠影響男性決定這段戀情的長短 高音頻聲音 聲音吸引力在約會的雙方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研究表明女性比較喜歡找到一個聲音更沉穩的男人 但是男性卻覺得高音頻的聲音更加迷人 就像是跟動物的叫聲相似 人的聲音所表達的情緒能夠傳遞給聽眾他的聲音大小 所以當一個女人聽到一個聲音低沉的男人時 他會把他與一個高狀的身材聯繫起來 相反的當男人聽到一個聲音高音頻的女性 就會與一個嬌小的身體框架連結起來 看這個影片的男性們也覺得這個研究準確嗎?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你們覺得你們心目中的完美女神特質是什麼 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想持續追蹤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